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明没吃海鲜、火锅等高普林食物 痛风还是不断牙皮来吗? 不少人回想最近是否摄取过量的普林食物 却都找不出原因 你知道吗?我们平常服用的药品与常见的生活习惯 都可能是导致痛风发作的原因之一 早安健康邀请到秋安节药师来为我们解答 引起痛风的隐藏原生 一吹到风就痛,痛风到底怎么来? 当吃尽的食物或者是人体老肺细胞分解时 会释出原本组成DNA的成分也就是普林 那其中约有20%的普林是来自于饮食 而其余的80%是透过老肺细胞代谢而来的 而普林在经肝脏代谢会产生尿酸 当尿酸过多无法由肾脏顺利排出的时候 就会造成结晶堆积在关节或者是肾脏等等的部位 产生红肿热痛的发炎反应就称之为痛风 痛风发病的过程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是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 那当男性每100毫升的血液中的尿酸值超过7毫克以上 那女生则是超过6毫克以上的时候 便称之为高尿酸血症了 不过通常在这个阶段患者的身体不会有特别的症状 那没有透过血液检查或者是健检是相当难察觉的哦 那第二个阶段呢就进入到了急性痛风关节炎 那如果尿酸没有控制好 高尿酸血症会有10%左右会演变成痛风哦 那当进入到急性痛风关节炎的时候呢 多半的患者呢在单一部位会有轻微的疼痛与肿胀 例如说脚趾啊膝盖脚踝 几个小时内关节的红肿热痛的不适感会达到了高点 那通常会耗发在夜晚啊清晨 那甚至严重的时候呢病患会没有办法正常走动 会出现一吹到风就牙起来的这个疼痛感 第三阶段呢就是缓解期 那一般来说呢急性痛风症状大概会在一到两个星期内都会得到缓解 而两次急性痛风之间呢也会被称作为不发作期哦 如果日常不做任何的调整或是治疗 中间的缓解期呢将会缩短 而且会让发作次数更频繁 第四阶段呢就进入到慢性痛风时关节炎 如果放任痛风反反复复发作 容易让尿酸堆积在 那因为每个阶段的症状不同 适合整治的方式呢也不太一样 像是无症状高尿酸血症的话呢 医学界认为在这个阶段 不一定要透过药物治疗 而世界有体重控制啊 多喝水 避免摄取酒精 或者是海鲜肉类等高普林食物的方式 来降低血液中的尿酸值哦 再透过定期的血液检查追踪即可 但是当急性痛风发作的时候呢 为了要舒缓难以承受的这个疼痛感 我们会使用像是类固醇啊 以及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 还有秋水腺素来做缓解哦 而且我们建议 当发作初期或稍有疼痛预兆的时候呢 要尽早使用消炎止痛药 止痛的效果会是越好的哦 不过呢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些 药品的副作用哦 像是类固醇呢 在一开始服用的时候 食欲会增加 就会导致体重上升 或者是引起水肿 而长期服用下呢 也有可能会增加 骨质疏松的风险哦 而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呢 可能会造成血压的升高 进而影响到降血压药物的疗效以外呢 还有可能会造成体内的水分 无法顺利排除 使得肾脏的功能恶化 再来是常见的秋水腺素啦 如果过量呢会引起腹泻 恶心呕吐 喉咙烧灼等症状 那甚至会影响到肝脏啊 肾脏的功能 而在痛风时阶段的患者呢 专家一般会建议使用降尿酸药物 并搭配止痛药使用 但如果同时透过 生活调整跟饮食控制 可以有效减少药物的使用量哦 除非真的严重到无法行走 或影响到日常生活 我们才会建议要用开刀的方式做移除 我是不是高危险群 痛风最爱这七大类人 高尿酸或者是痛风的高危险族群呢 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七大族群哦 那第一个呢是男性 根据统计 痛风发作的男女比呢 大概是6比1哦 那女性比起男性有先天上的优势 因为女性荷尔蒙呢 能促进尿酸的排泄 不过当女性一旦停经之后呢 痛风发作的几率呢 也会随之上升哦 第二个族群是爱喝酒的人 那因为酒精呢 它会让体内产生乳酸 而尿酸跟乳酸 都是需要排除体外的物质哦 他们彼此会互相竞争 但是乳酸呢 又比尿酸更加的强势哦 因此尿酸排出去的量呢 自然就减少啦 第三个呢 是爱吃海鲜肉类的人哦 那虽然饮食只占了 普林来源的20% 但是像海鲜啊 肉类啊 都是属于高普林的食物哦 吃多了还是会让体内的尿酸来源增加 而造成代谢的负担哦 第四个族群呢 是中老年人哦 根据多国的统计调查结果发现 痛风的盛行率呢 会随着年纪逐渐增加 不过最近的调查也显示 痛风呢 有逐渐的年轻化哦 在过去20年来 20岁就痛风发作的比例 从8% 飙升到了25% 因此不管在哪个年龄层呢 都需要多加留意哦 第五个族群呢 是具有家族痛风史的人 如果直系血清 具有痛风病史的话 痛风几率也是会 一般人的两倍之多哦 第六个族群呢 是肥胖 或者是本身就有三高的患者哦 当B&I超过25 或本身就是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压的患者呢 也比一般人有较高的痛风几率哦 第七点呢 是常见用药 像是利尿剂型的高血压药物 或者是低剂量的阿斯匹林 会使血液中的尿酸值上升 进而诱发痛风发作 所以在使用上需要格外小心哦 要是建议大家日常保健怎么做 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检视痛风的风险指数 那可以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项目 评估自身的风险 找出尿酸偏高的原因哦 那再来是第二点 我们可以透过血液的检查 那因为初期的时候 尿酸偏高是不太会有症状的哦 所以建议 透过定期的血液检查 或者是免费的健检资源呢 来追踪自己的尿酸值 那第三点呢 是用药必须经过医生的指示哦 不管是使用止痛药 还是降尿酸药物 都必须要经过医生的评估 再进行用药 如果怀疑高尿酸血症 是因为药物引起的话呢 则是要跟医生进一步的讨论用药 千万不可以擅自停药哦 第四点的话呢 我们是摄取抗氧化的营养素 在日常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摄取像是 维他命C啊 E 还有儿茶素 三藏籽 葡萄籽的这些营养素哦 第五点呢 是我们要调整生活 或者是饮食习惯哦 那尽量少摄取一些像是 海鲜呢 肉类 肉汤 含糖饮料 那尽量也避免摄取过多的酒精哦 平时呢 我们要多喝水 还要维持正常体重 双管齐下减少尿酸形成 增加代谢才是根本知道哦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选择 坊间最近常提到的 日本专益解禁代谢科技的保健食品 来加以辅助哦